哇 大人哥 你分享了高际 情城 盈廣 今天通通亮燈 我们曾经占过翻倍的电影投控 今天股价又来到新高了 12月份的第一天真的是太亮眼 太精彩了 行情越来越热 感觉标股越来越爆喷 怎么样赚下去呢 大人哥 好 那不要错过最好赚的这一段 今天节目很重要 你一定要看哦 均线深多空 买点定吉凶 大家好 欢迎收看12月1号星期五的 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操盘七世的创始人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大人哥 这个行情感觉越来越热滚滚了 昨天才写下今年新高的台股大盘 今天又刷新自己的记录了 贵买指数也超强的 过去四天是越走越高 另外大人哥分享的像是高际 情城 盈廣 今天通通亮灯 还记得我们曾经卷过100% 翻倍卷的电影投控吗 今天股价也写下了新高 这么烫的行情 这么标的股票 在接下来的12月 我们怎么继续赚呢 大人哥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今天的行情其实我觉得 很早之前就跟大家讲过了 你现在看到的状况就是 指数 大盘加价指数 维持一个高档震荡 我直接看哪来来来 用有图跟着看比较快来 台股大盘加价指数前高是 17463的那个引线没有过 但是如果以收盘价来说的话 其实昨天这几天 都渐渐想要来去做一个突破的动作 那今天收盘的话是上涨了4点 那原本是开低走高 然后呢你会发现说其实就在台股 在这个17400点这附近的压力区 依然是有存在的 我很老实说 我很务实的说 那为什么的原因就是因为 国安基金没有你想象中的那样子 把它卖完 新闻昨天跟你说卖完了 但是我跟你说还没就是还没 因为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黑手 官股还在这边逢高卖 当然今天的台积电或联发科 还可以啦 因为你看今天台积电涨2块 然后联发科也偷偷拉了一个尾盘 收涨也是收涨2块 可是呢大盘在震荡的过程之中 或者大盘在黑手偷偷提供筹码 去做逢高卖出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有没有看到这是谁 OTC OTC贵买指数 就在这个应该是12月28号 11月28号的时候 你看一天高 然后呢两天高 然后呢三天高 然后呢继续高 四天高 就是天天高 那这就是你看到的方向 我跟你说过了 大盘加权指数 你不要妄想说能够直接往上喷上去 但是这是好事情 你不要辜负那个黑手的 我是哭口婆心啦 你不要辜负黑手的好意啦 趁着现在目前指数在震荡的时候 中小型个股 你好好把这一波最好赚的一段行情 把它赚起来 这是我们最近一直不断跟大家提醒定调的方向的 那也就如刚刚德宇说到的 你看如果就这个礼拜喔 应该说上个礼拜 反正礼拜天算第一天啦 那礼拜天我的light上面 分享给大家的当然个投资周报 周报的话你会看到这几两个股 其实都在这个礼拜都很厉害 五四三九的高际 有看到吗 这个先借我画一下 奖定版 对 今天六年奖定 对对对 这一周的话是涨18% 一个礼拜就18%啊 对然后呢 另外的话呢 就是翻倍过后拉回 我前几天才跟大家说过了 你可以留意那个拉回手稳喔 电影投控 是的 你看这里 在这附近是不是 手稳之后再转强 今天又再创高了 然后呢 再把它缩小一点点给你看的话 就是什么时候给大家的 在这里 有没有 在那个接近50块左右 我直接抓50到107 你去看一下 这个一定是107的高点 那107之后拉回之后还被分盘 分盘之后的话 我发现它又要转强了 所以特别把它放在 这个礼拜的周报里面来给大家 这个礼拜的话你也看到也是10% 10几%啦 反正就是取诊数就好了 不用特别在意那个短线上面的一个 小零头 对啦 10%12%都是一根停板以上啊 对不对 所以好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你看到的大盘震荡 中小创高的最好赚的一段行情 那讲到这边目前为止的话 先借我岔开几个小话题 那几个小话题的话就是说 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号称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真实的事情 反正这个新闻传很大 就说长荣行他说他们会给员工年终5个月 哎哟也不错啦 我觉得很棒喔 对 因为你看到总算复苏了 总算可以飞了 虽然我到今年还没出过国 因为真的就是坚守岗位啦 但是你看一堆人出国的啊 日本韩国的然后东南亚的一堆啊 所以真的紧细回来了 那真的解封了 但是呢 听说长荣行的工会不满意 5个月还不满意喔 对 你去Google一下 他说不行啦 至少要16个月 而且还要调薪喔 对还要调薪喔 工会这样子跟公司在那边 对呛一下在这边角力 5个月我不知道算多还是算少 那当然如果以一个容易满足的人来说的话 其实5个月是够的 可是如果以他们这么辛苦的话 我就说哪会够啊 我们那个之前卖命 然后呢之前没有工作的时候 那时候的辛苦是谁来单 所以回归到这件事情说 我在想一件事情说 如果你真的要拼年终的话 你要等公司 我觉得没有办法 就像我之前的公司 就是我在等公司给我到底有多少年终 我明明觉得很努力啊 可是我总是觉得不如预期的年终啊 后来我就自己就离开了 然后现在目前在 目前的分析室工作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那我还是回归到一个重点就是说 如果你认同现在目前的行情 是对的行情 是好的行情 如果你相信我 之前在破16000点的时候 我跟你说不用担心 黑手在照顾 然后呢现在我跟你说 忘记行情 做梦行情 然后甚至还有作战行情 你最好赚的一段行情 就好好把他赚起来的话 你在怕什么 不用管公司给你5个月 还是16个月 还是一个月啊 我年终我自己赚 年终自己拼啊 所以今天教你如何去拼年终赚年终 待会重点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那第二个要跟大家插开的重点的话是 我们下半段还有聚保期 连结在这边 你也可以去把它看回去 那我说过很多次了 无论你有没有做期货 我拜托你一定要把聚保期的节目 给它看起来 那你看这又有什么事情又发生了 重分题我们最喜欢了 对啊 有人在送钱给你 你一天可以赚2万你赚不赚 赚 对啊你看我不是跟你讲过了 当然如果你没有做过期货的人的话 你可以多看我们节目 或者是把我们书店去把那个 交易期货的第一本工具书给他翻 把它买回去啊 翻一翻 然后喜欢的话把它买回去 因为那一本才300多块而已 那你这样一天可以赚2万 你看喔发生什么事情 左边是台股大盘 有没有发现 右边是台子期货 有没有发现 今天的台子期货一早开低 到254有没有 然后呢随着时间的经过 底部垫高了 大概在9点半左右的时候 底部在垫高的过程之中 怎么台股大盘加券指数再破低 那你就知道了 有人送钱来了 台股破低 期货没破低 这就不就我们说过的背铃吗 背铃 这个剧表期给他看回去 那另外再借我插开一个小小的话题 你看今天这个重点重点好多好多 对不对 来YouTube频道记得把它订阅起来 好来你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小弟在下我 然后呢这是我们的 远木华人大哥 然后呢我们的大人哥的财经软实力 直接放在YouTube频道上面 分享给大家的 那我顺便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我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节目 把它偷偷的把它下架掉 因为我们想要准备一些更丰富的内容 所以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 那赶快去把它看起来 赶快去把它看回去 你看这是什么 秦城 对 821的秦城 光宝科 就是世信KY 然后呢这是在8月3号的时候 录制直接送给大家的 好来这里 秦城 光宝科 世信KY 那你就会发现说 怎么今天的 秦城又涨的一半来啊 对 对啊 就是这样跟大家说过的啊 你就发现说 其实8月在这附近嘛 在这 在这里 大概200 206块 抓整数就211就好了啦 211这边277啊 6070左右 对啊 对啊 所以你一张可以赚 大概可以赚个六七万 你要不要赚 要啊 对啊 这就是我们节目里面 给大家的一些丰富的内容 那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的半段的时候 还有讲到的是 投资周报有没有 那投资周报里面的话 你看到 我们这个礼拜 就是11月26号礼拜天的时候 在我们的Light 分享给大家的这些个股 分别是 来喔 跟着看 3715的电影投控 有没有创高 今天创高了 对 然后呢 5439的高际 今天涨停了 有没有涨停板 然后呢 这些相当很好的股票啦 真的都是好的股票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Light上面 YouTube上面 真的会有很多很多 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资讯 而且你是可以学的回去的喔 我重点在让你学回去 我重点在不是跟你天天跟你喊掌停板 我重点在你把它学回去之后 你就可以不用怕 新闻媒体跟你亂讲乱报 所以来这个几个动作 Light把它加起来 大阳哥周报把它下载回去 记事本 然后去找到礼拜天 这个我不直接给你 你去给我滑滑滑 滑滑滑 滑到每个礼拜天 然后呢 去把每个礼拜天的周报把它下载回去 那下载完毕之后的话 请你帮我按一个赞 那如果你不按赞 我之后就不分享 因为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 这本来就是我自己的会员的 投资周报的权益 那但是因为前一阵子台股行情比较震荡 所以拿来分享给我们的粉丝们做事业 可是现在目前台股创新高了 我还需要分享它吗 如果需要分享的话 下面留言板给你留言 我们的留言板是开启的 如果你有需要这份周报 你在留言板给我留言说要需要 如果你不留言的话 我就认为不要 你可以留加1也可以 加1也可以 所以重点在这边 周报下载回去 Light把它加起来 那我们会先进一段广告的时候 你就好好把它加起来 因为我们的Light上面 有及时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周报也好 标股资讯也好 然后会有独家的发展 你的操盘策略跟教学 像你刚刚看到的软实例 然后像你看到YouTube上面的一些内容 你可以直接把它订阅回去 那第三点也很重要 就是一对一 如果你真的有一些个股 不知道如何处理的时候 你可以跟我做视讯的一对一 那我们可能有一些互动 虽然我不可以叫你买卖 但是我可以给你一些想法跟方向 那小老鼠ID是小老鼠 DAREN888 或者直接扫描QR Code 那这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很棒很棒的内容 在上半段先给大家这些想法 那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回来 更重要 因为下半段的节目会有12月的一些相关的操作重点 跟选股方向会报给你知道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 DAREN888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回到陈坤仁分析师的YouTube频道 记得把我们的频道订阅起来 当然大人哥的LINEID是小老鼠 DAREN888 也要记得加起来 那么我们的YouTube频道留言板是开启的 如果你想要大人哥继续制作更多更棒 更能够让你数钞票的内容 或者是你想要大人哥继续把周报分享下去的话 记得在我们的留言板留个加1加1加1 好那么当然了我们要赶快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因为大家现在开始都在担心了 今年过年到底公司会发多少年中呢 大人哥很霸气的说 不要管公司 我们自己赚起来 大人哥怎么赚赶快教大家 好我想回想我们之前以前就是很努力很努力的把工作 把它做完一整年之后 却发现别的部门把那个营收获利给他亏掉了 然后公司说必须要共体时间 结果我们的努力通通被别人去给亏掉 这个你可能遇过 那就是你看到的公司 也可能是你现在目前所在的公司 那也是我之前曾经遇过的例子 那当然目前为止的话我还是重申一句话 就是现在有最好的行情 那你现在这个时间点 你好好把自己的年中把它赚起来啊 我管你公司给我多少 一个月我不在意 5个月还可以 16个月我觉得我应该要有 那但是不管是多少 你从盘面上面去拿 比等公司给你更快 所以接下来继续讲到一些操作的重点给大家 那当然今天有一些人就问我说 为什么今天没有盘中的提醒 你看像我们昨天不是有跟大家说过 你看我们真的是每天盘前盘中跟盘后 都有一些很棒的提醒跟分享 那这是昨天的 昨天写很多 但是今天没有时间写 因为今天刚刚盘中的时候 又是一样受邀到非凡的专访 因为真的蛮多人会来问我们一些法人的看法 那比方说像前几天你也应该有看到 前线百分百 我们也去跟大家分享过作战行情 尤其是集团股的作战行情 我跟你说过了 我已经在我们这边先讲了达巴勒 然后呢在我们先讲了洋志了 甚至还跟你讲了安国了 有没有 安国其实也是作战行情 安国跟安格嘛 对啊 因为它就是神盾安国集团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安国它号称要切入到IP 有没有IP的营收 没有 真的没有 但是会不会飙 真的飙上去了啊 真的如你看到的安国已经飙到了快100块的位置了啊 有没有 这里 当然这边的那个上影线 你自己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如果你还有的话 如果你之前在我们的节目看到它 而且你买到它 到目前都还有的话 这边100块的这个上影线 是你必须要去做尊重的地方 这个我也跟大家讲过 就是在K线的观念上面 那当然因为这些相关个股的位阶 就真的比较高一些了 或者我也跟大家说过了 像现在目前 你看像3661的事情KY 它的位阶在3000块以上的地方的话 它虽然不会转跌 或者说虽然不会有风险 因为它明年毕竟还是成长的 可是呢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要它能够再从3000块涨到 涨到6000块 不可能啊 即使是4000块都有一点点辛苦 可是 从838年初那个838到1000 2000 3000这段行情 是我们都抓到过的 所以 赚就要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这个我也讲过很多次了 那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事情就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呢当然那个M3E 这种就来千金附近震荡的话 那就会变成是震荡 就会稍微给它晃晃 才能再重新站上千金 那站上千金就是另外一个开始 这个观念我也讲过很多次 然后呢3443的创意的话 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稍微有点整理了 这是IP的族群 那另外的话呢 那你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所谓的 AI伺服器这个族群也是一样 今天刚刚盘中3231的伪创 好像有点偷偷想要涨上来 但是这并不是一个转强的伪创 它只是一个打底不破前低的伪创 就是877这边不要破 所以在这样情境之下的话 你可能还是要留意他们的小朋友 就是比方说像是伪创 你不妨留意 唯一 因为真的就是集团股在做账啊 那你看我已经就稍微比较强一点 就是涨了2.56% 而且它是在季线之上的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所谓的族群也好 集团也好 或者是说高低位阶的调整都好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有一些高位阶的股票 看起来就涨不太动 或者是说那个买盘就不是那么积极了 那是不是坏事 我认为不是坏事 因为毕竟给他们稍微休息一下整理一下 会再创高 会再走强 可是这个时间点的话 那个资金就会跑去一些 比较属于低位阶的股票 那低位阶股票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很多 比方说像是 记忆体也是调完库存了 手机也是调完库存了 或者是说像最近像被动元件 这种都已经渐渐调完库存了 所以你看最近 也配合了所谓的集团股的做账的行情 在华新立华集团甚至像是国具集团 你就会发现说 以前这个底部真的是打了好久一段的底部 这是国具 打了好久一段的底部之后 才好不容易 有点像是整个代单转强的股票 它也是打了 打今年3月开始到现在 那这就是现在目前高低位阶的 个股跟族群去做调整的过程 然后另外的话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所谓的我刚前面说到的810的行程这种股票 就是因为只要有领头羊创高 领头羊创高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其他的小朋友们 就是族群里面的小朋友们 就会跟着一起走墙 那这是迎广 今天也上庭了 就是最近的这种高低位阶的调整 或者有族群性的轮动 或者有所谓的做梦 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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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梦行情 还有做账行情也正在开始中 所以 这就是现在目前你看到的大盘 那当然大盘加权指数 就是在这边 你看我这个虚线画好久了 你在这个区间 对 这个区间去做一个震荡 可是 OTC贵买就在走高 走高创高 所以当现在目前你觉得行情 就是都还是相对乐观 或者是说你好不容易愿意听我的苦口婆心 好不容易愿意就是说 不要再相信那些新闻给你媒体乱报了 那你可以试着把你现在目前手上的个股 持股去给他稍微检视一下 什么好什么不好 什么该换 其实我前一阵子都讲过 可是如果你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做操作 或者比方说你看永远永远啦 有人在问我长荣好不好的 你不知道我那个light后台私讯 还是有人在问我长荣 这种股票我讲很久很久很久了 就是真的不行真的不太行 因为景气不好 那当然 散装最近好一点点 可是就货柜来说的话 我还看不到一个触底的迹象 所以如果以目前的一个情境来说的话 我还是回归到我们刚刚前面说到的 就是以现在目前的肋骨轮动 好的股票都会一档一档 一个族群一个族群去轮到他 那12月的操作重点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类似的讲法 就是忘记行情 忘记行情来来来 忘记行情依然在嘛 然后呢作模行情依然有嘛 然后呢作战行情也依然 依然是会持续进行中 那但是只是你会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在最近不断跟大家提醒到的 就是鬼故事依然非常非常多 对不对 就是 新闻会恐吓你会吓你 但是我都是给你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 正确的数据 数据跟正确的选股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真的认同我们的操作理念 也就是 现在 真的就是最好赚的一段 我也跟你说过了 年终奖金不管多少 你不用等公司给你 你自己赚起来啊 你就可以好好的检视你现在目前持股 然后呢好好的思考一下 可以跟上我们的获利的团队 然后呢好好的把这一段 最好赚的一段行情给他赚起来 那需要协助的话 用Lite或者用0800来跟我们做洽询 以上就分享给大家了 最好赚的这一段年终奖金 我们自己来免付费的专件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te 我们的ID是 小老鼠DAREM888 小老鼠DAREM888 直接跟上大人哥的获利团队咯 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Lit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M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